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今天非常歡迎來到 皮克斯最新動畫電影 The Good Dinosaur 恐龍 當家的配音記者會 幫提到過這次中文版的配音 邀請到配音大明星 就是在螢幕上面 非常非常閃亮很耀眼的 最棒的父親黨 請大家歡迎的是我們這個李李仁 李仁哥以前的陶晶瑩 陶子姐 歡迎兩位配音大明星 嗨 來來來來 新年快樂 新年馬上放閃 你覺得這個小龍跟豆豆 在動畫配音這塊有沒有Potential 有沒有潛力 我覺得如果不那麼累的話 真的有潛力 如果不在第一場雪之前採收 就沒有足夠的食物過冬 李田就是要這樣 做得好 巴克 姐姐很有興趣 姐姐覺得她開始懂這是怎麼回事 小的比較怕累 這樣很久耶 好 再看看好了 前兩天我就收到那個配音稿 然後就再加個一直跟小孩預期 我說來來來我們先來試試看 我們過兩天 你要對著電視講的話的內容 來你看這一句喔 你要講我是阿羅 然後我小孩說誰是阿羅 我說對就是你要配的角色 然後等一下你要講說 嗯什麼 他只有一隻腳耶 什麼什麼的 他說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我為什麼要講這些話 就小孩不懂 但是你也沒有辦法 把整個故事完整的 告訴他的時候 你就怎麼辦呢 你就只能夠只能夠 靠專業的導演了 對靠專業的導演 沒有事實上拿到本之前 那時候剛知道說我們真的可以 有榮性配裡面一點點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就很興奮 然後那個兒子跟女兒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我就說 比如說他說 哇你好棒喔 來你說一遍 然後小龍就這樣 我不要 我說你到時候不能說不要 因為我們會擔心說 會拖累大家的工作 因為原文的雷龍爸爸聲音非常低 那我的聲音算低 可是沒有到平常講話 就一定要這麼低 所以我在配音之前 我還去找了那個 台灣的聲樂大師 吞什麼沙彎 聲樂大師 那個李文智 Peter老師 教他教我如何發音 讓共鳴能夠低一點 他說 你就在錄音之前喝幾口威士忌 我說幹什麼 為什麼要喝之前 就要把自己搞醉 他說有用 他說會讓你的聲帶就是放鬆 然後你的聲音自然而然就會比較輕鬆 比較低沉一點 可是我沒事 因為我怕我喝醉了 在現場就亂配 可是他還是有教我其他的發聲的共鳴方式 我覺得對我幫助蠻大的 很謝謝他 2012年 我計劃 我的願望 計劃 計劃 嗯 多花雞湯穴 哈哈哈哈 要被打 我沒有計劃 我就是跟著我們家的那個 護長 他想幹嘛 我就幹嘛 是這樣嗎 不是 不是 是 不是 你是生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